今天非常的特別 是我第一次不再恩福教會大樓華語崇拜 今天我們能夠在不同的地方 在大家的家裡頭 我們一起串起來 一起崇拜實在是感恩 前幾個月我就選上這個題目阿門 也沒有料到今天是跟教會 有了 抱歉 沒有想到今天是跟教會的大樓 隔了一段的距離 所以我選上阿門並不是說再見的意思 並不是說要結束的意思 而是說從舊約一直看到新約 我們可以看到阿門是個非常有深奧的意義的一句話 選讀的經文是在詩篇四十一篇十三節 還有詩篇一百零六篇的四十八節 詩篇四十一篇十三節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頂的 從耿古直到永遠 阿門 阿門 詩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節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頂的 從耿古直到永遠 願眾民都說阿門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今天在全世界呢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國籍 信徒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呢 有兩個字是共通的 一個呢是哈利路亞 你到全世界 在主裡頭弟兄姐妹都一定會說哈利路亞 那還有另外一個字呢就是阿門 阿門 那當然這個阿門呢 在不同的地區呢 不同的種族呢 發音可能是有一點的不同 那是什麼呢 比方說在英語 說阿門 也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Amen 一個是阿門 那比方說你到馬來西亞 到新加坡 到印尼 他們說的這個阿門呢 是Amen 那比方說別的宗派 也有說阿夢 孟子 孔子孟子的夢 那是有點不同 那是有點不同 可是呢 也大致上 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 阿門 從舊約 一直看到新約呢 是有個非常非常寶貴的意思在裡頭 阿門 最初是希伯來文 是真實 就是如此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羅馬書第一章 第二十五節那裡 也說到 主乃是可稱頌的 直到永遠 阿門 剛才我們所念的詩篇呢 更有意思 比方說在詩篇 我們可以找到一共有一百五十篇 詩篇一百五十篇呢 就分了五卷 那並不是說每一卷三十篇的意思 而是說呢 大致上分了五個部分 有的長一點 多幾篇 有的短一點 少幾篇 那每一卷 最后那一篇的詩篇 最后那一節的經文 最后一定阿門 除了詩篇一百五十篇 那個很特別 最后一節 就不是包括在 有這個阿門 那阿門呢 我們可以看到 從旧約一直看到新約呢 就是說 沒錯 對了 真實 信實 的神 我們 是 可靠的 稳固的 堅定的 在以赛亚书 那裡 也說得很清楚 逼平的 六十五章 十六節 以赛亚书 六十五章 十六節 逼平着 真實的神 求福 逼指着 真實的神 启示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求福 求上帝的福 那位 上帝 是真實 又可靠的 上帝 在旧約里头 希伯来文 逼平着 真實的神 求福 那是 逼平着 阿門的神 求福 希伯来文 就說得很清楚 那還有呢 逼指着 阿門的神 来启示 為什麼 我們求福呢 當然是 指着阿門 真實的神 来求福 那為什麼 启示 也要 指着 阿門的神 來启示呢 當時猶太人呢 他們買賣牛羊 鴿子 聲勢 他們 比方說 我有一隻小羊 其實呢 不是小羊 已經三歲了 這個不比一歲的這個價值那麼高 但是我賣給你 我就騙你 我說這個是一歲 但是呢 你說 這個 我指着 阿門的神 启示 我看你 這個小羊 不只一歲 一定是兩歲 三歲了 所以呢 就看誰 启示 更有信心 指着 阿門的神 来启示 所以 很有趣 在旧約 我们看到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连启示 也要來到 阿門的神 向著他 启示 還有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熱場的生活當中呢 也常常說 這個阿門 你沒有注意到 可能你不用阿門 這兩個字 但是呢 比方說你在香港 你在国内 在全世界 你常常在 談話當中呢 也常常說這個 对了 是的 是的 比方說我 散會之後呢 我要帶你去旅遊 把整個香港 走遍了 然後我請你吃晚飯 對了 我 不用你付錢 我就帶你去 對了 你都沒有問我 是不是啊 你有沒有騙我呢 在我說話當中呢 我就加上那麼一兩次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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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也是如此 After the worship I will take you out for lunch I will pay for you Yes You don't have to pay I will pay for you Yes 你都沒有問我 是嗎 你有沒有騙我 但是呢 在我說話的時候呢 我也加上好幾次的 Yes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對呀 真的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呢 有一次呢 他跟尼哥迪姆 在談話的時候 也用上這個字 我們看 約翰福音 第三章 這個非常有意思 我們可以看 約翰福音 第三章 第三節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果 第三章第五節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重水和聖灵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果 那是怎樣一個場合呢 怎樣一個情況呢 尼哥迪姆是猶太人的官 是法官 是審判官 可是你知道嗎 在當時 做猶太人的法官呢 也擔任其他很多的 領袖的工作在裡頭 所以就是猶太人 他們的長官的意思 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聽他的話 那這位長官呢 知道耶穌就在附近 知道耶穌比他更強 所以他心裡頭說 假定我能夠跟耶穌 坐下來多聊幾句呢 恐怕一定得到相當多的益處 當有機會的時候 我要請教他 可是呢 但猶太人的官啊 白天啊 不好看啊 你是猶太人的官 你還去學什麼 所以呢 尼哥迪姆非常聰明 他是晚上來去敲 耶穌的門 耶穌一看到尼哥迪姆 就知道他為什麼要來找他 找自己 所以呢 耶穌一看到尼哥迪姆 就很坦白地說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果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見神的果 所以你看 這個阿門包括了很多很多 我們熱場生活都用上的字句 都用上的這個意思 在猶太人的會堂裡頭呢 他們也常常在聚會的時候呢 用上這個阿門 是同生合應的意思 你知道嗎 在羅馬帝國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猶太人呢 他們已經四散東西 話說呢 在主前 主前五百多六百年的時候呢 巴比倫王入侵 猶太人就被 赶散到地中海 家破人亡 他們無家可歸 可是他們在地中海原岸呢 他們就立脚在每一個城鎮那裡 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規矩 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信念 怎麼說呢 他們每到一個鄉鎮呢 一定要開設猶太人的會堂 他們在做崇拜的時候呢 他們就朗誦詩篇 或者是他們的拉比 他們的老師 他們的長官 在帶領他們祷告的時候呢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開聲祷告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 真的要朗誦詩篇 對不對 一個人代表 他們就站在前面 到最後的時候呢 他們就 朗誦詩篇 可是呢 他們 當時呢 沒有這個 火音器 沒有電子設備 他們猶太人會堂 人慢慢慢慢多了 站在 坐在前面的 他們就 很清楚 在 施當的時候呢 他們就 就說阿門 可是呢 坐在後邊的 遙遠了 他們聽不到 剛才所念的是哪一部分 也聽不到 祷告裡頭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他們有個信念呢 他們就 說在恰當的時候呢 能夠說上這個阿門呢 是有福的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 請一位小朋友 大概十來歲 一位小朋友 就站在 老師 講員的 阿拉比的旁邊 在恰當的時候呢 他們就 拿一塊 白布 他們就晃動 這個白布 大家 看到這個白布 你聽到 或者是你聽不到 祷告的內容 無所謂 你坐在後面 沒有辦法聽到 那一段的詩篇 也沒有 要緊 可是呢 在恰當的時候呢 你能夠 說上這個阿門呢 你就同樣的 得到 那個福分 所以呢 他們就這樣地 來 回應 比方說我們來 試驗一下 我們 今天呢 不是在大堂 做礼拜 可是呢 在這裡呢 也有好幾位 錄影的同工 我們的傳道 也在這裡 那我們就 請他們當個 犹太人的會眾 比方說 我晃動的時候呢 就 向這個小朋友 晃動的時候呢 大家就說阿門 對不對 對 比方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稱頌的 阿門 從耿古 直到永遠 阿門 阿門 然後呢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稱頌的 願眾民都說 阿門 今天 用這個來表達 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嗎 坐在後面的 非常有趣 他們 只看到 這個講員 這位拉比 在前面 朗誦 什麼一段的經文 或是帶領 祷告 可是呢 他們聽不到什麼聲音 我們來試試看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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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沒有 非常有趣 是不是 你沒有聽到什麼 但是你就 阿門 他們的信念就是 在恰當的時候呢 也能夠說上 這個阿門 就一樣得到 那個福分 那是什麼 那就沒有意思了 那就沒有意義了 可是弟兄姐妹 我們不要笑他們 今天 在做禮拜的時候 也 常常 我們也發生 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能在 祷告的時候 可能在 讀經的時候 大家 已經 不曉得 想到哪裡去了 大家 沒有 聚經 會神 所以呢 沒有聽清楚 可是呢 當大家一聽到 講員或是 祷告的人說 奉耶穌的名 祷告的時候 就好像 看到這一面棋 就醒來了 醒過來了 就說阿門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們比 猶太人 好不了多少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就 幫助我們 說當時 在祷告的時候呢 也會說這個阿門 就是同聲和應的意思 那當然我們在 祷告之後呢 我們常常都說阿門 在華人的 這個文化當中呢 阿門這個字呢 還是新的 為什麼呢 在國內 以前我在小的時候呢 國內的教會 我父親是傳道人 那在鄉村 國內的鄉村 開設小的教會 礼拜天早上呢 我先是進到 小的這個教室 聽我媽媽 我母親 的除了石斑 完了之後呢 進到大堂 做禮拜 那我父親 講道 所以我從小 就這樣的一個 經歷呢 在那裡做 崇拜 當時 祷告之後呢 不是說阿門的 是說這個 誠心所願 是什麼意思呢 是誠然 是我 心 所願望的 是這個意思 那後來 這個 慢慢有的教會說 既然全世界 都用阿門呢 所以呢 越來越多 華人的教會 不光是在國內的 是在四海 各大洲的 華人呢 也慢慢的 在這個 祷告之後呢 就不用誠心所願 是用阿門 還有呢 還有呢 在這個 我記得 我在澳門 念中學的時候呢 我們學校 對面呢 是一個幼稚園 當時呢 他們幼稚園呢 他們非常 有意思 你知道嗎 幼稚園的 學生呢 幼稚園的小朋友 每天早上到十點半的時候呢 有一個特別的項目 那是吃點心 你看當幼稚園的 這個學生呢 都有福啊 十點半的時候就 吃這個 小 吃這個點心 有時候呢 我經過他們的這個 幼稚園門外呢 我就聽到 老師們 教這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在吃點心之前呢 要先卸飯祷告 那個 祷告文呢 我還記得很清楚 感謝主 赐给我食物 求你加添我力量 誠心所願 你看 這個 連幼稚園 幾十年以前 在澳門 幼稚園他們的 卸飯祷告呢 也用這個 誠心所願 這個非常 看到這個 祷告之後呢 連小朋友 他們都用 誠心所願 這個 我們在 唱讚美詩的時候呢 有時候最後一個字 也用 阿門 在結束的時候 也用這個阿門 所以不光是 在讀經 朗誦詩篇的時候 用阿門 祷告的時候 到最後也用阿門 然後今天也有許多的教會 他們在最後講道之後 有這個三一宋或是讚美詩 然後牧師 然後牧師 祝福 還沒有散會之前呢 大家 唱阿門 誦 或者是呢 唱詩班 帶領大家 唱這個阿門 誦 剛才我剛才 剛才我用這個 猶太人的會堂呢 表達當時他們怎樣 用這個阿門 那我現在呢 也介紹給大家 有好幾種的唱詩班 他們唱的這個阿門 誦 我沒有辦法唱出來 但是我可以借用這個鋼琴 我 大家看不到我了 不要緊 那我 你聽到聲音就可以了 照不到我 不要緊 大家聽到我聲音就好了 有兩節的阿門 那還有三節的阿門 大家比較多的聽到了 聽過三節的 那四節的更普遍了 大家可能以前的聚會也唱過 也用上了 那還有七節的 這個就稍微大家沒有 不是常常唱了 那就是剛才這個願主耶和華 賜福給你 保護你 那在後面呢 就是七節的阿門 那這是七節的 那在彌赛亞這個神劇 寒德爾 他寫的這個 記載彌赛亞的生平 這一個非常偉大的 oratorio神劇 我們可能有弟兄姐妹 也聽過一些 那到最後 一首大合唱呢 那是願榮耀歸給被殺的羔羊 被殺的羔羊是佩德送贊的 到之後呢 就一個非常偉大的阿門送 這是前面的 然後阿門送 好的 那我介紹這幾個阿門 讓大家稍微了解 在不同的聚會 我們也唱這個阿門送 弟兄姐妹 我們知道阿門從舊約 一直到新約 就不是只有一個禱告結束 那麼簡單的一個意思 我們看到從舊約 一直看到新約 是個非常寶貴的意思 從真實的神 信實的神 一直到我們今天 對人 對自己 都連繞在一起 我們首先看 對上帝 對神 非常重要的教導 告訴我們 說這個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節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節 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我們知道阿門 可靠真實信實的上帝 在我們前面 這位可靠真實信實的上帝 一方面 祂是非常偉大的 是創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們求福 甚至我們啟示 甚至我們敬拜 都是向著這一位 可靠信實真實的上帝 來敬拜 阿門 阿門的神 來敬拜 可是這一位 偉大的上帝 祂創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也是住在 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頭的 這一位慈愛的救主 耶穌基督 慈愛的上帝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 來到施恩寶座前 來敬拜的時候 是何等有福分的 祂就在我們上面 但是也在我們心裡頭 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我們在看 對人 在旁邊 在我們前面 後面 左邊 右邊 許多許多的人 在我們周邊的人 我們可以分了兩部分 或是兩種的人 第一種的人 是還沒有知道 阿門是什麼意思的人 他們不了解 更不用說舊約新約了 他們都不知道 有這位上帝 他也更沒有接受 這位上帝 是這位耶穌基督 是他們的救主 所以還沒有認識 上帝的人 我們有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是帶領他們 與神和好 保羅在哥林多后書 五章十七節 那裡說得很清楚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可是第十八節 十九節 說得很清楚 我們已經與神和好 所以我們就要帶人與神和好 第二種的人是什麼呢 第二種的人是怎樣的人呢 第二種的人呢 就是跟我們一模一樣的人 那是什麼意思是誰呢 那就是主內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主內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教會裡頭 在社區當中 我們跟我們的主內弟兄姐妹 我們就要同心 合一 合一 合協 因為我們同樣是敬拜這一位阿門的神 我們在言語當中 我們在生活當中 我們都表達出 我們是信得過的 我們是真誠的 我們是合一的 我們是和諧的 最後呢 對自己 對自己 我們就說 省察自己 口心一致 在基督里 我們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有一間教會呢 據說呢 他們的牧師 帶領大家 聚會 崇拜 有一段的時間 那這位牧師呢 他也替新人證婚 牧師有這樣的一個規矩 假定 新郎跟新娘 都是信主的 他們就在正堂 舉行婚禮 他們的禮場呢 是非常美觀的 非常美麗的設計 許多的新人 婚禮都希望 能夠在那裡行婚禮 可是他們牧師有 另外一個規矩 假定新郎或者新娘 其中有一位 還沒有很清楚 接受主耶穌 大概不會反對 可是呢 是這個 你心裡頭 沒有完全接受 你是有目道的心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能在正堂行婚禮 牧師可以在副堂 替你證婚 假定 你還沒有信主 而且還是很清楚 你還是拒絕的話呢 牧師就根本就不替你們 證婚了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規矩 話說呢 有那麼一次呢 新郎 很愛主 是教会的弟兄 可是新娘呢 是目道 還沒有很清楚 接受主耶穌 在正婚的時候呢 他們就用副堂 牧師就先問新郎 你這個 愛不愛這位女士 當著你的妻子 他們有這樣的規矩 假定你 是的話呢 你就說阿門 所以問新郎 很清楚 你愛不愛這位女士 阿門 你是不是 一直都要陪伴著她 阿門 問新娘 你愛不愛這位男士 她說阿門 但是呢 牧師就聽出來 也看出來 新娘說這個阿門的時候呢 好像沒有太大的信心 因為她根本不完全了解 阿門這個裡頭的含義 這個牧師就在正婚 問新娘 問到一半的時候呢 聖靈感動她 說這個 她就有這樣的一個 就跑到台下 就問新娘 新娘 我現在暫停這個 問你其他的幾句話 聖靈感動我 我現在問你 你願意不願意 就在這個時候 完全完全地相信主耶穌 接受她 做你的救主 沒有想到聖靈也感動這位新娘 再就是說 新娘流著眼淚 她說 哎呀 我真是後悔 我以前都 還沒有完全拿定主意 接受主耶穌 好 現在 既然你這樣問我 我非常願意 樂意地 完全接受主耶穌 做我的救主 牧師說 好 你今天 完全接受主耶穌 牧師馬上跑到台上 向大家宣布說 现在我们 回到大礼堂去 把這個 還沒有完的 這個婚禮 下一半呢 我们继续在大堂 举行 這個是真實的事情 發生過的事情 牧師後來寫了一本書 非常有趣 所以弟兄姐妹們 阿門 從旧約一直到新約 阿門的神 我們怎樣敬拜祂 我們怎樣跟弟兄姐妹 來相處 我們今天 我們自己 我們怎樣來跟神亲近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一同祷告 神的天父 我們來到你 十恩寶座前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你是阿門的神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活在世上 我們永遠地跟隨你 我們永遠地有主 與我們同在 求父上帝幫助我們 在祷告的時候 在唱赞美詩的時候 在跟人相處的時候 在談話的時候 這個阿門真實的意思 就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彰顯出來 求父上帝帶領我們 華語崇拜 每一位弟兄姐妹 賜福給我們每一個家庭 也讓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成為萬邦萬國的祝福 祷告感恩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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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